你怎么还不睡呢 姐 你饿不饿呀 怎么这房间里到现在还充斥着鸡汤的香味呢 早知道我刚才就多蹭两口 你知道今天阿婆怎么说我吗 她说我特聪明 特有天赋 学什么会什么 以后一定是上得了 到厅堂下得了厨房 还会做美工 她说不知道以后谁会有福气 把我娶回家呀 好 要让你 你娶我吗 姐 姐 你睡着了 既然你真的睡着了 那我就开始了 这是哪儿啊 姐 不好意思啊 我摸错了 我想摸你手来着 我再来一次啊 我再来一次啊 找到了 姐 姐 你说 你咋能睡那么死呢 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秒睡吗 你这皮肤真好 白白嫩嫩的 我这皮肤真好 她还在那里面 你不想看她 你不想看她 你不是说是怎么办 你不想看她 你不想看她 她说她的事 我还在这儿 可以说她说她 还有她就是她 你不想看她 我会想看她 来 姐 你说你现在要是做梦的话 你梦见什么脸会 你梦见什么脸会 好了 大功告成了 大功告成了 你睡吧 你睡吧 我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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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迟了点 但是还不晚 还来得及 还有无数的可能 姐 你这是干什么 我就是送你一个礼物 你不是个这样吧 我没说你是蟑螂 我就是说你是 你是小强 像小强一样的坚强 姐 别这样 这地方不合适 别人会说闲话 你现在在我眼里就像生梦玛丽呀 我按 玛丽参啊 阿婆 阿婆 鸡汤包好了 阿婆 您这鸡汤真是绝了 怎么 盖着盖子 我都能闻到那个香味 你呀 医生说了 如果今天做检查没什么事的话 小强就可以出院回家了 真的 那好啊 我等着你们平平安安地回来 好 那我先走了 走吧 走吧 阿婆鸡汤爱心宿地 好呀 余小强已经出院了 他不是还要做检查吗 检查过了 他没事了 他没通知你啊 不好意思 家明 冯医生说我可以回家了 我决定先回我爸那儿 正好你这段时间没有地方住 那就先住我那儿吧 钥匙在阿婆那儿 谢谢你对我的关心和照顾 跟你在一起 我真的很快乐 给我开份怀孕证明 不行 大梅 我说你是不是搞错了 我虽然是学医的 但我的专业是医学司法鉴定 比如说做亲子鉴定什么的 你开怀孕证明 你得去找妇产科医生啊 你找我干吗 我上哪儿找妇产科医生啊 弄你是学医的 你的同学朋友 肯定有在妇产科的呀 不 你这作假这事吧 你还真别找我 如果你要是有朋友 想做个体检什么的倒是行 我不做体检 你就敷衍我吧啊 你那么着急的开什么怀孕证明 干嘛 你怎么了 离婚 离婚 是这样的 我交了一个男朋友 她那个妈妈 好像不怎么喜欢我 那你也不至于吧 怎么不至于啊 我都多大了 再不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我怕将来我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 你还是得下点功夫 功夫下得深 铁棒磨成针 特别是对于老人 你先试着 放下身段 不成算什么呀 结果才最重要 将来你到手的 才是实实在在的结果呢 我离开 开门 救命啊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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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跑哪去 还躲着我呢 你当你穿成这个样子 我就认不出来 这么难看的我 全世界也只有你一个人 跳得出来 干吗 还硬撑着 直到你饿了 吃吧 这点力气都没用 走 你就不给买个汉堡了 爱吃不吃 慢点 慢点 别噎着了 不是 体检 我也不去 我这一辈子没做过体检 不照样活得好好的 你也蓝星特意给你安排的 说是做一个叫全面的深度检查 不去 陈恋的那些朋友里头 有老徒老太太 没事了 做体检 好了 回来吃这个药 吃那个药 没病都下出病来 这事您得讲科学 这叫什么 有病治病 没病防身 阿姨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闺蜜叫大美 她朋友那儿啊 最近新推出了一套 专门针对中老年人的深度体检 人家都说了 人过了五十五啊 做一次深度体检 有好处的 不去 来 给我块饼干 我来 阿姨 其实您要真不想去的话 我和老刘不会勉强您的 但您知道 我们都希望您身体好呀 爸 我身体好得很 好好好 忙你的吧 这张照片你给放大了呀 你看你小时候 多可爱 多喜气 像个男孩 虎头虎脑的 阿姨 要当妈妈了 有什么感想 不告诉我 你呀 可不能再像以前那样 那么任性 那么固执 那么爱冲动 余老师要给我们上课了 请讲 又没真相了 对了 这个佳明今天给我打电话了 说明天她想过来看看你 你怎么说的 我说 我得请示请示你啊 那你要是不答应 那我怎么能让她来呢 是这样 她现在没有地方住 我回家呢 一来是看看你 还有正好空下房子来给她住 怎么了 你干吗笑成这样 你这是什么意思的笑啊 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肯定有意思你说 不 我是笑啊 我没想到 我女儿啊 还这么讨小男孩的喜欢 那你也不至于笑成这样 好不笑的 爸爸 我忽然感觉佳明笑起来跟你特别像 你们俩都是眼睛这样弯着的 真的 你别笑了 你别笑了你 不是 不许笑 注意素质 不行 咱燕归正传啊 你说 那明天到底是让她来啊 还是不让她来啊 这是一个问题我要考虑 这算什么问题啊 不就是来跟不来吗 有什么好考虑的 那就别让她来了 那好 那 我就这么跟她说了啊 我说 你不希望她来 你也别这么说啊 那我怎么说 你就说 是你不希望她来 我没有不希望她来啊 你就这么说嘛 不是 我又没这么想 我干吗 我干吗那么说啊我 不是 你说了又能怎么样 你就跟你女儿说又能怎么样 行行行 别说了 你就说是我不想让她来 那我 我真跟她这么说了啊 你回来 你的语气可以温柔一点 我知道我该怎么说 你回来 你说一遍 我听一下 郝江明同志啊 于小强同志说 她不希望你到家里来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我就这么说了啊 她要是真来了 那我也没办法 好 包加明 你别来了 小鸣 搬我那儿去吧 我现在找了一个大房子 你知道吗 我一个人住在那儿 我觉得特别孤单 再说了 都说了再好的朋友 无论发生了什么事 到最后还是会在一起的 怎么样 搬我那儿去呗 让你看笑话了吧 我哪能看你的笑话吗 来来来 喝一喝 怎么喝 浇杯了 来嘛来嘛来嘛 我先喝吧 你不去那个全城太可惜了 讨厌啊 来嘛 没错兄我告诉你 就你这个样子 我怎么敢去你家住 你坐回来就行了 喝还不行吗 那我带你同意啊 你觉得我的人生 我的世界 春暖花开 阳光明媚 天空 你看 你知道吗 在这酒吧里发生了 许多的故事 怎 怎么了 你能自己走吗 余叔叔 好 我知道了 谢谢你啊 叔叔 再见 你怎么了 你能帮我一个事吗 别说一件事 十件事一百件事 整件事都行 我欠你的 你说一我绝对不说二 汤来喽 来 赶紧尝尝啊 掀着呢 姑妈你做的鱼汤 永远是一个味道 举世无双的味道 等你生了孩子 天天熬给你喝 催奶 哗哗哗的 说得跟水龙头似的 哗哗哗的 来客人呢 小楠 谁来了 行吧行吧 大家好 是这样吧 我那刚好在崇敏岛那 有生意要谈 这不就跟我们公司的副总抱先生 来看看老朋友 小熊在这儿正好有业务啊 我就顺道一块过来了 不知道有没有打扰你们 有啊 有啊 那我们可走了 怎么还不走呢 走 去哪儿啊 哪儿也不许去啊 坐下坐下 来来来 给你们介绍介绍啊 这个是我妹妹 你们就随着小强 叫姑妈就行了 小强 你个招待客人哪 他们谁啊他们 你们自己介绍 自己介绍 姑妈你好 我叫小熊 姑妈你好啊 我叫包家明 谁 包家明 你就叫包家明啊 您知道我呀 我哥一走 就跟我们家小强说 电话里 让你别来别来的 叫你别来怎么还来了呢 这这都怪我都怪我 小强姐你还不知道 这家明已经回到我们那电脑公司了 这不刚好崇尼岛有 有不以生意要谈 是吧家明 是什么事啊 我这实在没办法了 所以才来 没有办法了 只好来了 来来来 来就来了呗 来了一块吃饭啊 你你你去拿两双筷子 拿两个碗 我再给你们多做两个菜 叔叔您别忙了 我们带菜了 就是小强也是的 这是全家草 我老说他吃垃圾食品 但是他就好这个 这还有薯条 蔬菜 还买了那个鲜肉月饼 对 这还是一大早家明排队买的呢 刚路上时间有点长 菜都凉了 要不然拿去热一下吧 这都是凉菜怎么热呀 姑妈你会热凉菜吗 我不会 我要把他们全吃了 不是 小强姐 你刚才说什么 我要把他们全吃光 你有意见吗 没意见 没意见 你呢 有 你都吃光了我吃啥 老公 你们怎么在这儿啊 小区啊在会所里面啊 组织了免费体检 虽然啊也量个血压 做个心电图什么的 要是我们到医院里去啊 太麻烦了 老高 我们刚体检好出来 你也去真的很好 我不去 我跟你说啊 像我们这样的年龄啊 每年至少要检查一次 前几天啊 我儿子还带我去 自费检查身体呢 老高儿子忙 顾不上他 老高 那没事的话 那我们先走了啊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我儿子给我安排了 深度体检全套的 真的 你儿子啊 真孝顺你啊 包嘉明 是不是看上我们家小强呢 姑妈 这爱情是什么 身高不是差距 距离不是障碍 年龄也不是问题 身高肯定是差距 距离肯定是障碍 年龄啊 绝对是问题 姑妈 包嘉明他有什么呀 有事业吗 没有吧 有房子啊 就更没有了 可姑妈 他们家里有钱啊 只是他不跟别人说而已 但我可以很负责的说 他们家不差钱 真的不差 有个光耀 有钱吧 有啊 有钱有个屁用啊 关键是人要好 要对我们家小强好 小强他是离过一次婚的 我做姑妈的 绝对不能让他受二变罪 姑妈 你看这嘉明啊 脸都快贴上去了 他肯定会对小强好的 他几岁 小强几岁啊 小强要是跟他好 这辈子有的苦吃了 姑妈 他们俩要是差不了六岁啊 都不好意思说是姐弟恋 六大臭 你懂啊你 姑妈 这个是个老说法了 现在有心思 不信我拿个 我给你看看啊 这都写着呢 女大一穿紧一 女大二深境二 女大三报金砖 行了行了 姑妈我最多接受 女大三报金砖 姑妈你看 后面越来越好了 女大四有喜事 女大五快之父 女大六总吃肉 什么呀 他总吃肉呢 关键是谁有肉吃 是我们家小强有肉吃 还是他包家民有肉吃 那肯定是小强有肉吃的 你看后面还写什么 女大七是贤七 女大八 事事发 女大九人长久呀 没想到 你还找着理由了 其中生智嘛 我是担心小强 所以一定要过来看看 叔叔 你不会讨厌我吧 什么话呀 你还看不出来啊 我挺喜欢你的 真的 我知道你为了小强 小强 砸了刘光耀的发布会 小强跟你说了 虽然我不太同意这么做 可是一个男人 敢爱敢恨 爷们儿 我是越想越气 小强姐做错什么了 要他尽身出户 还要委屈求全 明明是刘光耀在外面 瞎搞女人 这脏水都往小强身上泼 哪有这样的事啊 要是社会上的人 都像他那样颠倒是非黑白 我还能相信谁呀 是吧 叔叔 明白人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嘛 好 叔叔 小强还夸我什么呢 他 他 好像没了 真没了 真没了 我看出来了 你是不是对我们家小强 有点意思啊 是很有意思 不过家明啊 他现在怀着孩子呢 他哪儿还能分出心来 去想别的呀 叔叔 我不会让他分心的 我就想照顾他 关心他 让他每天都开开心心的 能把孩子 健健康康地生下来 叔叔说句实在话 不管将来结果怎么样 我都真心地感谢你 这么关心小强 这么照顾他 帮助他 叔叔您不用谢我 这应该的 我不是说了吗 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 只有愿意 愿意不愿意 不愿意 一个做父亲的 到了这个年纪 能给女儿的快乐 越来越少了 可你不一样 你能给他很多快乐 叔叔 我 谢谢您对我的信任 我不会给小强添麻烦的 我已经搬到小熊那儿去住了 虽然我没什么钱 可如果将来有一天 我能和他在一起 我一定会对他好的 谢谢 谢谢佳明 谢谢佳明 还没有哪个男人 当着我的面说 我会对我女儿好 叔叔 我也谢谢您 同意让我对你女儿好 我都没想到 他就这么一把 给我来了个大拥抱 他还发誓 说一定对你好 你说佳明这孩子 人好 人品好 良心好 一个拥抱 就说人家那么好 这么多不好 见识的善解人意啊 他跟我说啊 他已经搬到小熊那儿去住了 跟你一比 你就显得小齐了吧 假不假是跑到我来说 我是来看看你 然后把房子留给他住 到了 还是人家想得比你周到 他是不愿意给你添麻烦 他可跟我明说了啊 他对你有意思 我也看出来了 你心里有他 要不然 你们怎么能 都为对方着想呢 你还挺会分析的嘛 我也没有想到 他这次会这么懂事 你接着说 说也是老生常谈 阿强 别老拿着过去的痛苦 来折磨自己了啊 老于 你语重心长的一番话 我全都听进去了 谢谢 你老子们没正经的 你就不能好好跟爸爸表个台啊 放心吧 爸 我一定会好好生活的 我一定会好好生活的 包家民 我跟你讲啊 如果你对于小强不是真爱 那你就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 我们小强不会陪你玩的 真爱 是真爱 那就好办了 好 话说这女大男小是最佳的搭配 男人晚熟对不对啊 对对对 女人早熟是不是啊 是是是 这样一补一合 正好是完美的人生 如果你们跟比你们大的女人在一起生活 第一 她们懂得如何去关心你们 照顾你们 第二 她们不会随随便便地花你的钱 第三 比你们大的女人 多多少少在人生的经历上 都遇到过一些挫折 所以她们更懂得珍惜 方方姐姐 我相信有你的支持 我一定可以追到于小强的 谢谢你啊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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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是孕妇救援中心吗 我是您的服务专员 请问这位小姐 大姐 大姐 需要什么服务吗 我姓于 我叫于小强 我想说 你们救援中心 真的是太体贴了 让我倍感温暖 阿姨 您看一下 这是我专门为您准备的 瑞士美容之旅 你 瑞士 上次我带您去体检 您身体的各项指标 都非常的健康 所以呢 可以加加油咯 去美容 去皱 你的意思是说 我的这张脸 看起来是张老脸 不是不是 阿姨我不是这个意思呀 其实您现在的状态呀 比起同龄人来 那还年轻得很呢 说是去瑞士 也不一定非要去美容对吧 您可以游游山玩玩水 放松一下心情 总比一个人对着大房子 看着外面的树要好吧 画是不错呀 可是我一个老太婆 跟着一团人跑到瑞士去 到时候大家伙全去做美容了 我一个人在酒店里头对着墙 我发呆呀 不去 我陪您去 我去哪里 我去哪里 今天蓝星给我这个你知道吗 什么呀 绿事美容之旅啊 要十五万的 是你出的钱吧 问哪儿钱 我这离婚以后 钱不是都归您管吗 公司出的钱 那更不可能啊 好 我问公款 你财务不急了 他的钱 他那么有钱哪 你好歹也是个有名的设计师 这点钱还能拿得出来 儿子 我不去啊 这体检嘛五千块钱嘛 也就算了 这可以得十五万哪 我要是一去 不就等于默认你们两个的关系啊 还陪我去呢 天天跟咱腻的一块儿 别扭死了 再说了 吃人的嘴软 拿人的手短 我还会 你想太多了 不就玩一趟吗 这又能旅游又能什么 美容 这多好 是不是 是 好了好了 不管去不去 替我歇一下 吃了 吃了 刘小强 你把一只鸭子全吃完了 我饿了 我这次回虫瓶 我爸爸我的胃肠大了 胃肠大了 你也不能把鸭子吃成这样啊 嗯 我这个鸭肠大了 我这个鸭肠大了 还不错吧 嗯 给你买了八宝鸭 又给你煲了菌菇汤 现在还来给你沾这个杯子 我这工钱怎么摔啊 要不我去找蓝星药吧 她把你的杯子摔得那么碎 整好了 整好了 差不多了 给我看一下 等我等我 这个没粘住 怎么了 手好像粘住了 你骗人 你自己看啊 你别动我来弄 疼疼疼 皮掉了 那怎么办啊 这胶水怎么年薪这么大呀 你从哪儿买这胶水啊 我就是在路边买的 多少钱啊 两块钱啊 你干嘛买那么便宜的胶水啊 我咋知道这么便宜的胶水 年薪这么大呀 那你说怎么办 我给你弄盆水 热水把它泡进去我知道了 你别拿热水泡 这热水要把胶水泡开的话 这杯子不就散散架了 我就白粘了 那你说怎么办啊 那就这么办 这杯子就这样了啊 反正也不能倒水了 这水一倒化 四面半方全漏了 反正这杯子本来也不是 用来喝水的 这是你妈给你留着的纪念 对吧 虽然还是缺了好几款 你耳朵也粘不住了 但是小强还在 好吧 我是尽了全力了 打工告成 交给你 黄小强 你是在笑话我吗 没有啊 我不想看见他变得那么丑 听你这么说 你太太好像是得了孕期忧郁症 忧郁症 你应该带她一起来的 可是按照她现在的脾气 她肯定不会跟我一块来的 那我总要面对病人看病吧 方医生您看这样行不行 您教我一些方法 怎么样可以照顾 得了孕期忧郁症的病人 比方说她哭了怎么办 我现在都急死了 看得出来你很爱她 我是挺喜欢她的 不过爱她我还没说过 你们这小两口啊真有意思 好我教你 谢谢医生 您已经坐了 进口超市的东西就是贵 怪不得没什么人呢 我不买 我要买便宜的 还不是在网上买呢 其实有比在网上买 更便宜的方法 在哪买啊 我前两天想在网上 给你的孩子买一张婴儿床 结果你爸他给我打电话 他说他非要自己做一张 这个情建戒约的优良传统 你们家真是一个比一个厉害 你不知道我爸 年轻的时候是打过家具的 不过那都是三十年前的事了 他现在老眼昏花的 他打的床 万一我儿子睡塌了怎么办 怎么了 我妈说过 如果说了不吉利的话呢 就要赶紧吐掉 快点 公共场合就别吐了吧 这关系到底孩子的安危 呸 忍死了 其实我特别能够理解你爸 你说他这么大年纪了 是吧 突然之间 噗噗噗 就多了一个外孙 多值得高兴的一件事情了 你就要让他老人家 做点事情参与一下嘛 如果啊 万一那个床 你的孩子睡不了的话 那不是还有我吗 我也可以睡啊 你是个小猫头啊 那么小的床 你躺得进去吗 你看 我不是躺进去了吗 这个肯定比你的床小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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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停 受不了的吗 是受不了啊